各位同学大家好 上了高中之后 地球科学其实是从国三延续上来的一个科目 在我们的第一章的标题 我们叫地球的历史 在地球历史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有两个重点要提醒大家 第一个重点是地球的起源与演变 第二个重点是相对于绝对的地质年代 第一个主题里面 是希望大家可以把整个地球从太阳系里面诞生之后 包括整个地球环境的演变 做一个算是情节上或是故事上的一个时间序的整理 第二个主题的部分 其实就是当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个这样子的地球历史之后 一般我们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描述这样子的一个年代 年代的一个过程 那包括它的先后次序关系 或者是年代的一个绝对的年份 数字上的一个年份 那我们就从地球的起源演变的这个部分 就是进入的话 我们可以先看到 地球其实是诞生在一个叫太阳星云的一个环境之中 那这里面的材料 其实最重要的两个作用就是旋转和收缩 那旋转跟收缩的过程 我们会看到一些物质会集中在一个圆盘上 那圆盘上的物质就是中心的部分形成太阳 其他的部分就按照重力凝聚而形成了一些不同的天体 那也因为这上面的材料 物质的密度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观察到说 密度比较小的物质 它会往外面移动 那密度大的会留在里面 所以在这个图的过程中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课本或投影片 我们也会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恒星诞生 然后有类地行星在内侧 密度比较大的物质所组成 跟类目行星在外侧 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上的分布结果 那以地球来说 地球也是一个在圆盘上面收集物质而成的一个天体 那我们在最原始的状况 当然是从轨道上面直接收集的那些材料 那个材料包括了一些岩石跟气体的部分 那那个岩石收集的过程 就会因为频繁的陨石撞击 轨道清空的过程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会呈现一个熔融状态的一个阶段 那也一样 在这个熔融状态的阶段中 我们收集来的物质 也会有密度大跟密度小的两种不同的差异 所以就在这个过程中 密度小的 密度小的会留在地表 而密度大的会沉到核心的附近 这个就是我们到第二章之后 要跟大家解释的一个地球内部分层 目前所形成的一个样貌 那随着固体地球的部分 冷却就是清空轨道之后 然后陨石撞击的次数变少 然后整个地球的温度下降 那固态地球的表面形成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大气跟海洋的环境 也在这个时间点开始慢慢的累积起来 那以大气跟海洋的演变来说 我们其实目前主要都认为 大气跟海洋的起源 其实都是来自于地球内部的物质释放 所以在这个图形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主要是来自于火山喷发释放的一个气体 那这个气体里面的前四名 就按照比例的话 它的前四名 分别就是我们看到的水 二氧化碳二氧化流跟氮气 那大量的水 后来就变成我们说冷冰之后形成的一个海洋 也就是海洋的起源 那第二名跟第三名 二氧化碳跟二氧化流的部分 后来也因为就是随着海洋的出现之后 溶解在水中 那大气最后就留下了一个氮气 变成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主要组成 大气中的主要组成的第一名 那在这个过程中 那后来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演变 就是我们说的大气跟海洋环境的演变 那有生物的出现之后 再利用光合作用慢慢的累积起 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二名 也就是氧气的部分 所以在整个地球的起源跟演变的过程中 大家要明白固态地球 然后大气跟海洋 就是气圈跟水圈 它整个的发展的过程 那如同刚刚所说的 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个 这样子的演变的故事过程之后 接下来我们必须要能够 针对每一个事件的先后 或是它的年代进行一些确认 地质学家使用的一些描述的名词上 相对地质年代 其实就是在描述它的先后关系 那一般我们会利用 叠制定律 截切定律 跟包裹体法则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准则 包括上下位的关系 包括就是切割关系 就是被切的 被切的会是比较早 比较早出现的东西 那包裹体法则也是 就是如果今天在一个岩层中 发现了它包裹着 另外一个其他的岩性的碎块 那这时候通常我们就会认为 那个被包裹的东西的年代 其实是早于 我们看到了当下的那个地层 就是包裹它的这个地层 那这样子的一些定律或法则 地质学家拿来运用在我们地层的一些路头的判断上 那我们就会看到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路头的图形 那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其实国中大家应该也都或多或少有练习过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个路头的时候 就可以运用刚刚所说的叠制定律 所以可以先从一个水平成绩 底下老上面年轻的顺序 先看到一个这样子的过程 然后再去想象颜迈贯穿之后 然后再加上地表的侵蚀作用 然后后期才会再有杀岩的堆积 然后在整个那个图形上 我们看到路头的关系上 所以刚刚看到的叠制定律 解切关系定律 跟包括底法则 其实都会被应用在我们判断先后顺序上 那在这个地方啊 正好有一个过去学测的考古题 其实还不错的题目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其实也是给了一个严惩的路头 希望大家从这个路头中判断出 它的年代先后的顺序 但是这个题目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 我们看到这边有个沿脉灌入 沿脉灌入 那这个沿脉灌入的顺序 到底是发生在这四个地层之后 还是在这AB跟CD之间 因为以那个选项 题目选项中的AB选项来说 这个I的位置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判断 那以这个图形来看的话 一般我们知道 就是沿脉进入了沿层之中 它确实会像这样子结切过 所以这个I一定在AB之后 这其实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看到的C跟D 也都是沉积岩的话 按照碟字定律沉积岩应该是水平沉积 而我们看到的这个CD沉积岩 其实都已经是弯曲的 被拱起的样貌 所以其实在这个图形上 大家要小心的是 这个沿脉灌入之后沿的层面 累积起那个火层岩的沿体的部分 而它所就是抢来的 或是挤压出来的这个空间 同时也让上面的CD两个地层拱起 所以在概念上 这个C和D沿层 其实也有点类似是结切之后的结果 它只是不像我们比较传统 在题目上所看见的一个切穿地层的一个样貌 但是其实在顺序上 也应该是ABCD四个地层 都沉积完了之后 岩浆灌入 然后在底下下半部这边是贯穿了岩层 而上半部这边是抢得了这个空间 然后把上面两个层积岩拱起而形成的一个样貌 所以这个题目来说 在判断它的年代先后顺序的时候 有一些并不是非常典型的 或者像我们以前在题目中很常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也需要大家在作答的时候 好好地想一想它的那个先后关系 那如果可以利用相对地质年代的一些原则 判断出地层的先后顺序之后 接下来我们其实也会想办法 把这个地层的年代 比较准确的能够标定出来 那这时候通常就会借助我们说的 绝对地质年代的一个使用 那绝对地质年代的一个 就是放射性元素定年法 它最关键的过程 其实就是母元素跟子元素的一个比例的变化 所以在课本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母元素跟子元素的曲线 就会随着半衰期 然后有一个这样子 就是母元素一直以二分之一的等比奇数 在递减的一个过程 那子元素就会变成是 就是转换出来的 替代了原本的母元素的 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 定年法的一个使用过程中 通常我们也会强调 大家要注意定年的一个限制的问题 所以这边有列出三个定年法的限制 包括你的材料上面 必须要有一个可供定年的那个元素的存在 那再来就是因为仪器定年的一个限制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 十个半衰期之后 母元素的比例大概是二分之一的十四方 也就是千分之一左右 那这样子在那个仪器的定 就是测定上面 其实都已经有不可忽略的一个误差的可能性 所以在定年上面超过 超过元素的十个半衰期 通常我们就会选择用其他的方式 去取得那个地层的一个年龄 那再来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你今天要使用用作定年的这个材料 它在整个保存的过程中 其实都必须是完好的 完好无缺的 不能因为它在地层中埋藏的过程中 它的元素被置换了或是取代掉之后 这样其实都会影响到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母子元素比例的 一个真实的真实的结果 那以上就是第一章的重点整理 谢谢大家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